北民有声 第七百七十八集 诚哥听起了黑影的提议 往围墙边靠拢 但就是在两人经过树林时 他们却恍惚间听见了求救声 救救我 是个女孩的声音 听着感觉对方只有十几岁大 诚哥凑到黑影旁边 这时候还是不要一个人走太远比较好 有人在求救 那个声音你听着熟悉吗 你认不认识他 黑影点点头 然后指了指诚哥的耳朵 似乎想要告诉诚哥 捂住耳朵 不要听那个女孩的声音 可即使诚哥捂住了耳朵 女孩的声音依旧会在脑海中响起 而且声音越来越清晰 就像是他在慢慢爬过来一样 救救我 救救我 好吗 诚哥从口袋里翻找出尖钉 藏在掌心 他看起来很痛苦 要不我们去帮帮他 黑影弄不清楚诚哥的意思 为什么明明嘴上要说帮助人家 却还在第一时间拿出了钉子 他单纯地摇了摇头 比划了四个字 危险快跑 诚哥一边后退 诚哥一边询问 他穿着的是一件血衣 还是普通的衣服 黑影搞不明白诚哥想要做什么 如实笔画出了四个字 普通衣服 诚哥停下了脚步 他竖起口袋里的钉子 不是红衣的话 那我觉得 咱们有必要去帮帮他 一个女孩在荒污人烟的地方 朝陌生人求助 肯定是遇到的大麻烦 我们怎么能置之不理 女孩的声音听起来很可怜 很虚弱 也是越来越清醒 救救我 不要走 救救你们 救救我 诚哥和黑影后退的速度不算慢 对方还能追过来 这已经能说明问题了 诚哥背上包 左右手里各藏着一枚尖钉 你听见了吗 这孩子感觉好可怜 我们能帮的话 就尽量帮一把吧 黑影见诚哥要去救助女孩 直接急了 双手笔划不断重复这两个字 危险 诚哥不仅没有逃走 还朝着树林深处张网 我知道很危险 但有些险是值得我们去冒的 你在哪 如果你受伤了 就待在园地不要乱动 我马上过去 黑影看见诚哥回应的女孩的救助 身形患散 似乎很是着急和害怕 他想要独自离开 但又在顾虑什么 最后蹭的一下钻进了诚哥的影子里 而诚哥接着大声喊道 有些事情是不能回避的 就算这女孩只有千分之一的概率 是真的受伤 我也应该去查明情况 因为她现在能依靠的只有我 很多悲剧 很多悲剧其实都是可以避免的 诚哥停在园地 大概只过了几秒钟 草丛当中伸出了一条苍白的手臂 救救我 救救你不要走 帮我 诚哥轻声询问 你遇到什么事情了 我要怎么帮你 袁 袁明疯了 他真的疯了 我想要和他分手 他一死相逼 后来 他把我约到了这个小树林里 说想要和我最后聊一聊 我们争吵了起来 他现在想要杀我 他快要来了 救救我 救救我 救救我好吗 女孩似乎因为 失血过多的原因 声音听起来非常虚弱 连呼吸都变得很困难 诚哥仍旧站在园地没动 还有一个立官 那我先报警 然后带你去找学校老师行不行 女孩带着哭腔 接着哀求道 好 谢谢你 我怕不动了 你拿 过来拉我一把吗 诚哥点头 藏好掌心的钉子 缓慢靠近那条苍白的手臂 他刚伸出自己的手 那条手臂就猛地抓向诚哥的手掌 这是一只断手 草丛当中只有这一条手臂 女孩的声音突然变得尖锐 帮我 帮我 快帮我从地下挖出来 那只藏在灌木丛里的断手 如同看见猎物的毒蛇一样 抓向诚哥 我好了 我就在你脚下 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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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狠狠地盯在了泥地上 而始作俑者诚哥 看着脚下的断手 依旧语气温和 你没事吧 你埋在哪里 我刚才看到一只断手 这手是你的吗 树林里面 没有了求救声 只有一个尖锐的女生 在痛苦地叫喊 此时的诚哥 才微微松开了手掌 他掌心满是汗水 刚才其实他也被吓了一跳 幸好之前做足了准备 诚哥小心注视四周 缓缓后退 树林有一只断手在 那说明可能还会有其他东西 有那么疼吗 这一路上 我也被扎了好几次了 女孩的声音越来越清晰 诚哥耳朵轻微动了一下 他拥有鬼耳这个天赋 听力远超普通人 更能听到鬼怪的呢喃 此时好像是这个天赋 产生了作用 在我左边 诚哥把手伸进口袋 摸出了一根钉子 他要时刻保证 自己手中有钉子在 被钉在地上的胳膊 还在上下跳动 女孩似乎被激怒 她的声音开始出现变化 不再为重 诚哥向左边移动 脚下突然踩到了什么东西 很软 不好 在脑海里产生不好的念头时 诚哥的身体已经在同一时间 做出了反应 他向后倒退 但是小腿却被一股力量拽住 阻止他离开 他的耳边也响起了 女孩尖锐怨毒的声音 你不是要救我吗 我为什么要离开 我就埋在这里 在你踩过的泥土里 诚哥低头看去 他的小腿被另外一只断手抓住 更糟糕的是 这一片的泥土有问题 给人的感觉就像是泥潭一样 停留得久了 身体会不断地下陷 在看到那只手的时候 诚哥也快速做出了应对 他抓起钉子 狠狠刺入对方的手背 413寝室的诅咒 似乎来得很大 单独一枚钉子 都能对猎鬼造成伤害 不愧是林斯斯住过的房间 那屋子里 很可能还隐藏有其他宝贝 令人胆寒的诅咒 在诚哥这里有了全新的用法 躲在他身后的黑影也看待了 诚哥把钉子 用力刺入另外的那只断手 他飞速向后倒退 口中也接着说道 我很同情你的遭遇 也是真心想要帮你 但你这是要做什么 女孩的声音 在自己耳边响起 你不是要救我吗 我的身体 就埋在这片土地下面 把我挖出来 带我一起离开 诚哥回头看去 距离自己三四米远的一棵树下 有一个树洞 那黑漆漆的树洞里 有着一棵恐怖的女人头颅 头发胡乱披散 全白的眼珠子完全睁开 紧紧地盯着诚哥 骗子 你根本就没有想过要救人 你们都是骗子 诚哥看到女孩的样子 下意识地将手伸进口袋 女孩死状很惨 钉子的数量有可能会不够 我的确想要救你 这点不用质疑 关键是 你有话好好说 那么用力抓我干什么 诚哥对这些 从自己身上拔下来的钉子 又爱又恨 每多出现一颗钉子 都预示着他距离死亡 更近了一步 但话说回来 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钉子的存在 他才能和黑影 以及眼前的女孩平等对话 屠颅层在树洞里 女孩开始咒骂 不要再欺骗我了 当初那个人 他也是这么说的 可是 可是最后就是他们 将我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去死吧 都去死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